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Canada Evo Vlog 我刚从Costco购物回来 我们这个城市最近变异病毒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们也是尽量的少出去购物 其实本来这次是想买一点生活的补给就得了 但是一结账我发现花了500多 还是挺多东西的 那就跟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 我今天都去Costco买了哪些东西 首先我们从下面这边开始看 因为我们之前买了一个 Standing Paddle Board 所以我们需要一家四口的救生衣 正好Costco的救生衣都有男女 然后小孩的还有baby的 它卖得非常快 我就把我们家四口的先都买了 然后朋友说Costco的救生衣是还挺贵的 所以我准备再对比一下其他地方的价格 然后再对比一下看看最后是不是留下它们 因为这个大人的救生衣 救生衣可能是不到50刀 小孩的是33刀 所以其实这一套救生衣相当于花了160刀 还是挺贵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弟弟的 这个是哥哥的 然后这个是我的 这个是爸爸的 这救生衣感觉质量还挺还不错吧 跟救生衣相关的是帮朋友去看小孩衣服的时候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去Costco 然后就顺便帮其他人看看都有哪些东西 这样其他人可能有就去买 没有的话他就不去了 所以有个朋友让我看有没有小孩短裤短袖 然后就去那边一看有这套蜘蛛蜘蛛的泳衣 因为我们家哥哥现在对这个蜘蛛侠非常的痴迷 就前两天买滑板也是非要蜘蛛侠的 所以呢我就一看我觉得他肯定会喜欢的 这个是七到八岁穿的 他今年穿可能会稍微大一点 但是明年肯定能穿 所以我就提前先给他买回来了 这套蜘蛛蜘是13块9毛9 非常期待夏天的到来呀 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吃的了 比方说早饭 早饭呢我们这次买了一个这个面包 最近呢我们一家四口都在家 所以早饭呢有点单调 我就之前我们总是吃这个 已经好久没吃这个了 所以这次又买了一个这个 五块全毛9 这个面包就是 你看我们家孩子已经打开吃了 就是那种国内的那种口味的 就不是那么的甜 但是奶香味特别足 所以买了这个面包 还有就是牛角面包 Costco这个牛角面包还是比较有名的 这一大盒是5块9毛9 也挺实惠的 然后家里边鸡蛋吃的特别多 因为孩子以前在幼儿园呢 中午还在幼儿园吃饭 我们少少管一顿饭 有都是早晨他们也在幼儿园吃 现在我们都在家 鸡蛋消化量就特别的快 所以呢这次又补了两盒这个鸡蛋 这边 这个是36个 然后这边又来了一个 一共是72的 加上家里边还剩点呢 应该够吃半个月吧 牛奶买了一桶 这个脂肪含量3.25的 然后又买了一桶2%的 我们家喝牛奶最近也是消耗的比较快 孩子在家就是消耗东西多 还买了这个farmer's sausage 这个香肠正在打折 所以买了一个香肠 孩子最近比较喜欢吃地瓜 我们就在Postle买的这个黄 然后地瓜 还有一个甜瓜 对水果呢 还有就是香蕉 苹果 橙子 橙子 香橙子 蔬菜呢我们主要是 因为我们日常购物还去中国店 我们的一些肉啊 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店买 所以在Costco呢 我就没怎么买肉 我们的蔬菜主要买的是黄瓜 西红柿 这个西兰花 还有芹菜 后面这个呢是 一套这个tea包的这个锅 是三个 现在这在打折 可能这三个才20多多 所以我就买了一套这个锅 因为我们还有半个月就要搬新家了 我心想 那我们就把以前的旧锅也淘汰一下 换一套新的锅 这边呢就是 呃 零食了 我们经常吃的是Costco这桶 香草味的冰激凌 嗯 这个没有吃过 这个薯片没有吃过 但是我看它上面写的是spicy 嗯 还有pico 所以我想它是不是那种 呃又辣又酸了呢 就尝试一下吧 嗯 孩子依然喜欢吃这个薯片 我就买了两个 一个我们吃一个孩子吃 嗯 这个是那种可以喷的 hand sanitizer 就是给手消毒的 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比较方便吧 喷喷喷喷 再一个呢它可以喷一些 比方说钱包啊 嗯 还有星卡啊 就是你在那摸过的一些东西 钥匙呀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方便 所以嗯 买了这是几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瓶 然后每一瓶是300毫升 所以应该能用很久的 嗯 而且这个在这清仓 嗯 现在才五块九毛七好像是 这是橙子 然后嗯 去Costco呢 就是有这种 你意料之外的这种消费 比方说 我去Costco 一看电池正在打折了 那我们家电池 所有型号的都快用光了 所以又买了两把电池 一个这个3A的 一个2A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边 这边是这个小熊的这个饼干 小朋友们特别爱吃 它里边加的是巧克力 然后这个饼干是一盒32包 嗯 小朋友呢 反正每次拿一小包 嗯 反正挺好吃的这个 嗯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家经常买的这个cheese的 小饼干 基本上是没断过 每次打折我们都会买两箱 然后这样呢 差不多吃完了 就这个饼干就又打折了 每次我们都背两箱 这次吃 嗯 一箱 两箱 看着买的东西不多吧 很快就介绍完了 但是 哎呀 反正一结账的时候 那人跟我说花了500多 我这 还是 心里边一惊 虽然也知道了 就是买了救生衣啊 还买了 还买了啥呢 也就买了救生衣吧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 怎么就又花了这么多钱了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去进到Costco 本来你可能只是家里边缺牛奶呀 鸡蛋呀 本来是想买点早饭呀 或者买点蔬菜呀 就得了 但是 每次一进去 花的钱绝对是 比你要预期的要多的多 如果有同感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在我的频道呢 会经常分享我们家生活的点点滴滴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呢 就不要忘了点击订阅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